填寫這個問卷 在填寫問卷的同時 也順便思考一下 因為這個問卷 gg.gg gg.gg 名稱雲端叫cloud toApp 後面加一個phone就表單 表單的話就是我們的問卷 cloud toApp 然後 進到這個網頁裡面幫我填寫 裡面又是一堆問題 這邊有一個敘述 然後 底下的話 你為什麼會選這門課 OK 如果選DT有沒有加分 我們開玩笑 然後呢 最有興趣的範圍是哪一個部分 比如說 那如果沒有你就選其他 比如你想要學其他的哪些東西 像這個 網路爬蟲是我最近 最近才加上 因為我發現這個最近蠻夯的 也就是說 網路上的所有訊息 你都可以把它抓到抓下來 甚至可以把它抓到Excel裡面 可以做後續的 統計分析 你可以分析 比如說 有一些 漁情 有一些 相關的資料 甚至 現在做的比較多 也許是金融 比如說股票 或者是什麼保險 期貨等等 OK 然後呢 有沒有開始為自己的將來做準備 還有呢 想想看 因為這個也是我意思 剛剛有提到的 如果 你要怎麼樣 能夠讓什麼 這個 這個 剛剛提到就是 現在的課程安排 都是比較 是屬於 傳統的 相關的科目 好像 系上安排一定有文學史 一定有 這個 文字學 生育學應該也有吧 也是必修 訓孤學好像沒有了吧 對訓孤學以前我們是必修 但你們現在應該 連選修都沒有了 然後還有 字學方法一定有吧 有嗎沒有 以前字學方法還是必修 現在可能沒有了 然後 思想詞應該有吧 對 那諸如此類 那這些東西 可不可以思考 也許你可以發揮你的創意 寫錯都沒有關係 反正你可以 用你自己的角度 最重要的是你要去想 要能夠怎麼樣可以更貼近 這個時代的潮流 OK 有哪些地方可以怎麼樣轉變 反正你就是 發揮自己的想像 我是建議 你一定要去思考 思考完之後呢 也許有個方向 然後去實踐 怎麼樣跟現在新的東西 做銜接 另外你 希望說 系上如果 問那個什麼樣的課程需求 這個也許 然後 其中其末 大概就給我一個 一個 一個 這個 你比較想要的一個 這個 評量方式 那我的成績 也是一樣 無論哪個課 要四個成績 早上有提過 其中其末 還有你的作業 所以你到時候 可能我每次上課 都有一個作業 然後 可能你的出缺情 還有你跟我的互動 盡量的話 如果可以的話 多跟我互動 怎麼互動 不一定要在 現場 不好意思的話 你可以在雲端 可以在YouTube上 YouTube上也可以留言 對不對 或者是說你在 Postle上面 也可以留言 反正就盡量 我是覺得 慢慢可以養成一種習慣 真的如果你希望將來 不是一個被淘汰的人 而是一個受歡迎 在職場上 我說職場上受歡迎的人 一定要多 去 就是 跟別人互動 互動可以是數位的方式 另外的話 多累積你的內容 那內容的部分 可以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像我早上有提過 真的第一個 你如果沒有YouTube頻道的同學 說真的 第一個面試 可能就會 先被塞掉了 真的 現在很多時候 像有些業主 如果是我的話 我提 就是需求 可能我第一個 我的要求 這個人 他必須有YouTube頻道 第二個 他的訂閱人數 可能至少要3000個 OK 3000個 會 很困難嗎 你可以試試看 這3000個 那為什麼要3000 因為3000 之前YouTube是3000 才能夠 符合他的廣告 獲益的標準 就是說你要能夠 上面要放廣告 而且他能夠 賺 取廣告金的話 一定要有這種需求 第一個 請各位待會先幫我填一下 這個部分 另外第二個 就是說思考一下 因為 我這一個 這個 表單 這個問卷 是用所謂的Google表單做的 OK 所以 你們也思考一下 因為第一個作業 就是請各位 幫我 做一個 Google表單 然後 去 讓別人填寫 那至於要 做什麼樣的Google表單內容的話 你可以去思考 像之前有同學做什麼 做 什麼 你們這個年齡層的愛情觀 那他有幾個問題 比如說你對於愛情 你覺得另外一半 反正他自己去想幾個問題 然後呢 再請身邊的同學幫忙回答一下 然後並且做出一個統計資料 比如說 你覺得 就是 比如說 男女交往的話 是到底應該 男生出錢呢 還是女生出錢呢 還是大家 各自 就是 評分呢 等等 金權的部分 或者是說 等等的有些問題 那當然你可以去思考 這個東西我覺得 主要是 如何去應用 這個Google表單 怎麼 在哪邊 使用它 第二個的話 就是我們剛剛有個縮短網址 GG.GG 有沒有 其實這個的話呢 就是所謂的 因為我們 原來的網址 它非常的 垄長 就這麼一串 這個 原始的 這個網址 這麼長 這麼的長 OK 那當然你不可能說 把這個網址 就直接丟給人家 那你必須要 能夠 第一個 把網址 縮短 第二個的話呢 最好因為現在 很多人 沒有電腦 他只有手機 所以第二個呢 必須提供給他一個 QR Code 那如果我有這兩個需求 該怎麼做 所以 第二個 你可以再利用 我這邊是 找到一個還不錯的一個縮短網址的一個 這個連結 那這個網站 他提供的 我覺得是 到底還沒什麼問題 因為用了一段時間的 我本來是用Google的 但Google的那個服務 他已經 停止 所以我只能找別的 他還有別的 甚至你可以Google 搜尋一下 有關縮短網址 那我們其實只要怎麼做呢 就是把這個網址 他這邊 得到的網址 複製之後呢 貼到這邊有一個叫 Shootern UIL UIL 就是網址 Shootern 就是縮短 OK 然後你按一個什麼 按一個Shootern Shootern UIL 他就會怎麼樣 他就會自動幫你產生一個縮短網址 就是這一個 有沒有 其實還蠻好記的 但是 如果你覺得 這個網址 你還是 覺得記不起來的話 像我的習慣會用這個 你可以 制定那個連結 所以後面我就打 Cloud App Form 但問題是你不能跟別人重複 如果我已經用了 你再用就不行了 所以不能用一樣的 另外的話呢 他也會產生 QR Code 有沒有 QR Code QR Code 這裡 按一下 他就會自動幫你變出一個 QR Code 那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QR Code 再複製到 Word或拿 其他地方 然後呢 可以把它列印出來 或者直接乾脆 放在 Polcom也可以 反正就讓人家去掃 掃這個條碼的話 那也會到 剛剛的那個 網址 也可以做 填寫問卷 的這個動作 所以你會發現 這很方便 也就是說 這個Tree 這個雲端 其實就是 你讓人家方便 你也方便 像我就很喜歡這樣子 比如說我做問 一樣 如果 如果今天發問卷 發那個紙本給你們 那 你們填完之後 我還要回收 回收我還要再填 我還要再整理 那是多麻煩的一件事情 所以變成說 你們麻煩 我也麻煩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你們方便 我也方便 那就是皆大歡喜 那 現在最好的解答 就是利用雲端 OK 所以為什麼我大量使用雲端 主要是因為我懶 OK 真的 你不懶嗎 誰不懶 每個人都想 其實或者是講比較好聽 我希望便利 對不對 所以很多東西如果沒有雲端的話 說真的很多 就會變得不一樣 像有Google 地圖之後的話 我發現 哇真的你走出去 感覺好像 就會 好像有 很踏實 很 很有那個方向感 但如果出門的時候 沒有Google地圖 說真的 感覺好像很多訊息就 通通都 不見了 OK 而且各位試一下 幫我把那個 就是剛剛提到的這個問卷先做一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 想想看 表單 表單怎麼做 那 至於表單 後面會有一個 作業 就是 想想看你有沒有什麼題目希望 讓那個 其他人幫你填寫 那填完之後 給我一個 統計資料 大概就是希望做這個簡單的練習 因為未來 你就業 在職場上 像這種東西 已經 慢慢變成 必要的 能力之一了 你為什麼 因為你常常要問 這個 比如說你要統計 相關資料 那你如果用紙盤去詢問人家的話 哇已經落伍了 最好是什麼 縮短廣址 最好是一個QR code 很多事情就變好簡單了 試試看 喔